停货停了几天,又要隔离,卡洛斯都双生了出来 没办法,都要想办法,怎样可以停货不停学 最终让我找到一个Zoom,大家都推荐的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用Zoom作网上教学 如果大家第一次用Zoom教学,可以上去Google Search for Zoom Cloud Meeting 搜寻出来的第一项就是了 进入了这个画面,大家第一次用就要登入 登入可以create一个新的account 或者用Google或者Facebook去登入都可以 我自己习惯用Facebook登入 由于我都用过,所以我已经有详细的资料 如果大家未用过,就叫你先安装 安装可以在这里,资源,下载Zoom用户端 安装这个会议用户端 安装的时候画面是这样的 安装完就可以用了 好了,你可以加入会议或者登入 登入 来到这个画面,大家可以开一个新的会议 就是橙色这个icon 它会问你很多东西 例如用电脑的语音设备 就是麦克风 视像镜头等等的东西 你都要回答它 好了,那来到这个画面 大家要记住一些东西 就是按这个information 你会看到有个会议ID 这个会议ID很重要的 就是要给你的学生 他只要输入这个 就可以进入会议 又或者你给这个URL邀请他 也可以 至于画面的用途很简单 当你有学生进入的时候 你可以缩小了画面 变成缩在旁边 那就利用下面这些键来操作 非常简单 最主要是这个键 这个分享画面这个键 只要你缩小了现在这个画面 按了分享画面 你电脑上面所展示的东西 学生就会看到了 大家可以用PowerPoint 影片什么都可以 至于你想不想学生看到你的样子 你可以停止视讯 如果你只是打字 不需要他们听到你的声音 你可以静音 但是打字 你就可以用聊天 胡蝇等等去做 还有整个教学的过程 你都可以按录影去录下 但由于现在没有学生 我就没有办法示范给大家看 开完会之后 就按结束会议 好了 回到这个画面 大家再看多一点 就是这个 加入会议 如果你的学生 需要加入你的课堂 就要按这个位置 把刚才我说的会议ID 输入在这里 加入会议 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给了URL 它直接按URL 就会加入你的课堂 好 那你们帮一下其他同学好不好 你选了歌没有 波波 没有 快点选吧 好吗 趁这两天 今天是星期 今天是星期三 你还有三天 星期六 上课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非常齐 好吗 好吗 好 那 刚才 就是一些 刚才就是 卡路斯和英国学生 上课的片段 希望这个Zoom的視障会议 真的可以幫到各位同工在逆境之中去求生